好的,大家好,我是刘黎,我们今天来演示一个死灵法师的速刷玩法,就是带刀盾的一个体系,主要核心是这个新的按金,紧接之强 我们现在看看实战,这个玩法的实战很简单,就是开白骨风暴走过去,然后一只骨毛渣,然后被控了按血雾,梅兰了按铁处女 我们这边打一个61层的奥杜尔,就我91级打61层,等下替换一下,大概是你71级的时候打-20,是70级的时候打41层,大概是这个水平 我们这边也是随便做了一个,找怪找怪,怪呢,好,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很碾压的一个程度,然后这个图也是有这个罩子怪,这个版本死灵是不怎么怕这个罩子怪的,为什么呢 因为罩子怪对我们就是没有威胁的,我们进去扎一下之后,只要有一具尸体触发了,王海卷须,拉到一起就全秒了 好,这边怪物有一些控制,我们就开个血雾,然后继续扎他们 就是这么简单,操作你可以看到,就没有操作吧,基本上说没有操作 然后打的图的话,适合打这个,我们现在打的这个奥杜尔的洞穴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之后你可能会打的像什么慈悲之处,或者是寒霜之末这种,就是图形越小的图 我们打起来越舒服,你可以看到这个罩子怪对我们有影响嘛,肯定是有的 但没有之前那么大了,你只要触发卷须把它拉过来,你就会很轻松的秒掉了 这边呢,想必各位也看到了,就算我的身上的白骨风暴断了 那我场面上这里,也依旧有一个白骨风暴的存续 这个时候,只要场面上,有我们这个副手的暗金盾召唤出来的白骨风暴 那我们就能吃到白骨风暴的各种加成,待会我会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测试的效果 这边你看,我们扔完骨毛之后,直接往血雾里一钻,对不对 这个精英就死了,非常的安逸 由于我们这边现在的这个等级比较高,我巅峰点的比较高 你可能要把这个层数稍微加一加,加一加的话,大概加到10层左右吧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把它近似的看成你70级的时候再刷一个30到35的副本 大概就是这样,我这边是越了25级打怪吧 你可以看到25级的话,死灵一刷伤害一就是可以秒怪的 这就是这个版本的死灵法师 没有怪了,那我们的白骨风暴要稍微断一下了 断一下其实也不要紧了,我们只要贴身触发摔了光环,一样能很快把它刷出来 好,这边就扎一下之后直接血雾走掉 等我们的白骨风暴好了之后再进去钻进去打他们 还是有点影响 就正常,就我这边是为了搞掩饰来专门打的这个压制本 你正常速刷的时候看到这个压制的副本 还是能不打就不打 只不过就是说,现在跟各位说一下压制是能打的 只不过就是最好怎么处理呢 就是这个怪有罩子对吧 你在他附近找小怪,扎出来这种尸体 有尸体之后你手动打一个王海卷去把它拉过去就好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你也可以看到 我这把打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基本没有什么操作 就古毛这个赛季的操作已经被简化到极致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自动尸体跟自动诅咒 我们基本上就是人走过去然后扎扎就完事了 什么都不用按 全程大概就三个剑吧 一个强制移动找怪 这边还有个屠夫 我们就先往前走一走不理他 我们去打前面的怪去 你还敢勾我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只是现在在解说 不想第一时间 别别别别别别好不好 你不要浪费浪费我这一次录视频的机会啊 屠夫 这边奥多啊也是一个比较怪多的一个本嘛 然后我们这边就轻松解决了 就屠夫的话一般来说就是 要么去找一个这种柱子跟他绕 要么就是像我刚才那样你直接跑掉 你扔个血雾的话他勾不到你 其实你是能跑掉的 这装备怎么满了 很烦 我们看看包里怎么全是先祖的 这是61层啊 61层好像不抱神圣了 我们要捡起来看一眼再丢掉了 很烦 807的剑 我们不浪费时间了 随便捡捡吧 捡捡捡捡有需求的东西好了 那么还有两个三个 一个两个鞋子 没有这个 没用 这个 没用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BD的构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奥度 全程打过来大概打了4分钟 然后因为我是全程解说的 所以浪费的时间比较多 正常刷完这个本的时间大概在2分钟到3分钟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构筑 构筑的核心 首先就是这个警戒之强 这是个按针装备 你刷到了就是刷到 没刷到就是没刷到 没刷到的朋友可以等一下我明天的 这个骨毛的详细节的视频 主要是速刷的 然后刷到的朋友就直接用 用这个东西的话配什么呢 配镰刀 为什么要配镰刀呢 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剑跟镰刀 他们的秒伤 剑的秒伤是2000 镰刀的秒伤2400 但你会发现剑的下面的点伤是1600到2400 而镰刀的点伤1800到2700 也就是说镰刀这一个装备在作为基底词材的时候 它的白质是比剑要高的 再加上暴雪 最近又蹭腰的把剑的爆伤这个词条给砍了 你看一个先祖的双手剑只有14的爆伤 对吧 这个爆伤基底的收益真的没那么高了 所以就是推荐各位带镰刀 而且带镰刀有一个好处 什么呢 它有一个消灭回复生命 我们本身要刷图的时候嘛 你要按走路 对吧 要按骨毛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还要按一下铁厨女 我们要按三个键 已经很累了 我不想再吃药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带一个镰刀 就能够很轻松的解决你的回复问题 你就不用再喝药了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警戒之强这个盾的这个效果 它的效果呢 就是激活白骨风暴的时候 我们命中白骨风暴范围之外的敌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了个白骨风暴 这一个圈之外的敌人 我们用骨毛打中它 就有概率产生一个白骨风暴 对吧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们再说一个隐藏的效果 那就是就算我们的白骨风暴已经结束 我们的警戒之强的激活的白骨风暴在持续期间内 我们去打怪 依旧可以触发一个新的白骨风暴 而这个新的白骨风暴就算不是我们本体放的 也一样能够触发白骨风暴本身的15%减伤 以及20%的暴击提升 那这样子的话 像我这样子有一个47暴击面板的死灵 就配合我的项链 再配合白骨风暴 我就能做到95%的暴击几率了 也就是说几乎全程是满暴击的 这个就是这个盾牌的一个鹰霸的点 就是全程满暴 然后第二个 当你同时装备了骨质强风 也就是这个白骨风暴消耗尸体持续时间延长的这个效果之后 那么你在激活新的白骨风暴的时候 我们本体的白骨风暴同样会刷新时间 比如说我们本体这个白骨风暴本身是持续10秒 然后我们吃了8具尸体 我们这个风暴变成了19秒 但接下来我们副手的盾又打出来了一个 盾再吃掉8具尸体 我们这个风暴时间又延长了 所以说像打奥杜尔的洞穴这种一条直线的图 或者像寒霜之末 或者像慈悲吃醋这种怪多的图 你就完全可以一路走过去 靠这个副手盾的风暴 把我们大的大招的这个风暴一直刷在我们身上 然后白骨风暴它作为一个白骨技能 是能够很便利的触发我们的裸露血肉威能的 这个威能在赛季是一个低宝威能 我们就能靠它来频繁的回栏了 这也是我不带左键的原因 然后接下来最后说一下其他的构组 其他的构组就是我们之前牺牲骨毛的玩法 头这边我带了个暗金头 因为我没有刷到很好属性的头 然后衣服这边我带的是 白骨风暴命中敌人加盾 因为我们现在白骨风暴无限了 就相当于有无限的一直刷清的护盾 手套这里我带的是尺状骨刺 尺状骨刺这个东西的爆伤 你看上去是加法 但它实际上肯定不是加法 它的增伤幅度我个人感觉是个惩罚 然后裤子这边带了个违抗 因为白骨风靠的攻速比较高 鞋子这里的话 我这边没有什么好鞋了 所以我就直接给它打了个低保 然后项链这里带的是王海卷须 然后武器这边带的是个分裂 这边说一下这赛季的话 因为有了我们的剃头师 这个愤怒之心 这个积累伤害的剃头师 导致我们的AOE不太需要靠骨毛来补 所以你就把这个骨毛威能放在单手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要打boss打莉莉斯的话 就还是把骨毛放在双手 然后威能这边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几个比较关键的词队 还有这个赛季的宝石 先来说赛季宝石 赛季宝石这边就是速发 就是固定一套配法 一个是现在这边的恶毒之心 靠近王海的时候 每秒激活任意装备的王海技能 那我们装备的王海技能有两个 一个是邪爆 一个是王海卷须 然后邪爆这 我的技能数又出bug了 邪爆这边我们选择的是枯萎邪爆 枯萎邪爆它是一个暗影系的效果 就是我们打死怪之后 这个怪就被 尸体就被炸掉了 每秒炸一次 然后枯萎邪爆第一个 它能触发我们被动的着魂者追击 第二个 如果你身上的装备有对受到持续性暗影伤害 敌人的伤害减免的话 那么枯萎邪爆就能触发了 以前的骨毛是没有办法很便利的享受效果 但现在赛季施暴自动化了 对吧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触发我们的减伤辞罪了 这个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另外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恶毒之心还能触发我们的王海卷须 它这个王海卷须托敌人的时候是 如果你身边有尸体 它就打邪爆 如果你的身边没有尸体 它就打王海卷须 而王海卷须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技能冷却时间是11秒 对吧 而我们项链的buff持续时间只有6秒 但是被动放的王海卷须托敌 它的冷却时间实际上大概是 三四秒左右的 所以我们这个27的暴击几率 是可以一直享受到的 速刷的话 我们也不太需要很高的伤害 这个暴伤buff有没有 无所谓吗 就实在不行 像刚才那个屠夫出来了 我手动再打一个王海卷须 再把它秒了 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宝石 第二个宝石就是我们的残忍之心 它是只能放在蓝色插槽里的 效果是当我们附近有至少一个敌人的时候 获得一个自动的衰老诅咒 这个是我在难度4爆 我在难度4爆的 难度4的4级宝石是一个敌人 就只要有一个敌人就触发了 而难度5 而等级5不是难度5 就是这个宝石 难度4等级高的能刷出来 等级5的 等级5的是0个敌人就能触发 相当于永久都有这个光环 很多朋友会认为这个光环它的效果很垃圾 因为它的范围大概就是这么大一圈 但我会告诉你这个很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点 就是能打到我们 能够被这个圈命中的敌人 它是说明他已经靠近我们了 那靠近我们摔老这个减速加降低伤害 帮助很大 摔老这个减速实际上是会影响敌人的攻速的 就如果敌人靠近我们 他抬手也会变慢 这样子敌人很难打中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减伤嘛 相当于是一个无条件的20%的减伤 因为远距离的敌人打我们 我们已经被我们骨毛打死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我们也同样能享受摔老组织的效果 也就是攻击摔老的敌人 让他被击晕 还有呢 就是这个攻击受到摔老影响的敌人 有15%的概率 刷我们技能冷却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靠近他之后 我们就能触发这个伤害增效的增伤了 也就是说这个增伤也是全自动挂的 当然了 有一些难缠的精英 你可能手动打个铁粗 你也能挂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两颗宝石 然后最重要的一颗宝石 我们的剃头师 剃头师这个东西吧 怎么说呢 我个人实测的效果就是 当我们装备这个宝石攻击怪物之后 我们的伤害就会在怪物身上累积起来 然后有两种情况会爆发 第一种情况 就是达到这个愤怒之心的多少多少秒后 这个怪物就炸了 炸了之后呢 储存的伤害就炸出来 造成一个很高的AOE伤害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怪 它的血量达到了上限 就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怪有40万的血 我一个骨毛打过去 是有50万的伤害 那么这个怪就会立刻爆炸 它如果有40万的血 我骨毛打过去是35万的伤害 然后我再打一下 这个时候积累的伤害 已经超过怪物的血量上限了 那怪物就会立刻炸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才的刷图 爆发出来的伤害都没有多高 但怪死的会异常的快 这个不是因为我打不出那种 200万1000万的伤害 而是因为这个怪 它就这么多血 所以它就直接炸了 那么在速刷的情况下 这个愤怒之心的特效 其实对死灵来说 高低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的基础伤害太高太高了 怪物很快就会被我们秒掉 只有在像刚才那种 面对造子精英这种极端的条件 我们才需要一个比较低属性的 这种剃头师 也就是说4秒的剃头师 你拿到直接放心用就好了 很多时候都是能用上的 然后装备这边的话 宝石也介绍完了 最后简单说一说词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明天说 我来说一下 骨毛死灵最重要的两个部位 就不是什么戒指头盔这些东西 是两个东西 一个项链一个鞋子 为什么呢 因为项链鞋子有移速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属性 因为我们死灵本身是没有移速加成的 我们整个技能数上 你抠移速只能抠两个 一个叫 一个叫这边这个 夺魂者的追击 另外一个什么呢 是血雾 血雾会降低我们20%的移速 对吧 所以搞一个满移速的鞋子 以及一个满移速的项链 或者说高移速的项链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减号了 减号就是项链这里可以出一条 鞋子这里可以出一条 你看我出完两条减号之后 我的骨毛只有19点的号来 对吧 而我这边有192点的金魂上限 我可以扎时髦啊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收益了 也就是说我们 不管你的装备现在磁瑞怎么样 你优先都要做到 搞一个移速加金魂消耗减免的项链 以及一个移速加金魂消耗减免的鞋子 鞋子这边呢 还能再搞一个消灭精英怪之后 加移速 这个精英怪不是指普通的精英 精英的爪牙 包括那种用抗性怪物 就是那种身上发紫的周围怪物 有小盾牌那种怪物 也是算做这种精英怪的 我们搭了它们之后就能加移速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角色的面板 就是移动速度152 精英消灭移速42 那这两个加起来 再配合我们刚刚技能数这边的15移速 我们就能达到游戏里封顶的200移速了 那这样子在速刷的时候 就能跑得非常非常的爽 这个就是两个关键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的项链再去出那种减伤或者增伤的被动 那死灵的增伤被动最好用的是什么呢 是下面这个 敲骨吸髓 还有我们的有创骨折 敲骨吸髓这个是无条件的 有创骨折这个是你要暴击10次之后才能触发的 前期的话有创骨折是不如敲骨吸髓的 后期的话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然后像什么这个 瓷状骨刺啊 现在被暴水砍的真的是一坨垃圾了 所以点一击就够了 然后其他的被动呢 像是这个伤害真效或者是死亡延伸或者死亡之用都是可以的 我这边脸就比较黑了 我出的是死亡真例 死亡真例虽然勉强也还可以用吧 但它是一个一级3%的增伤的被动 是不如下面这两个一级5%的增伤被动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也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说一下辞罪吧 辞罪这边的话呢 就是装备上的异伤还是得堆 就武器的异伤 两个戒指的异伤还是得堆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异伤手段了 而我们又是一个全程异伤覆盖的职业 所以要能堆一定要堆 然后就是暴伤 暴伤这个辞罪的话 现在我觉得在戒指这个部位 你可以少出 就优秀的戒指应该就是惊魂上线 暴击几率 异伤伤害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出一条这个远距离增伤 对吧 或者说是出一条这个暴伤也可以 然后呢 手套这边是可以出一条暴伤的 就为什么不出暴伤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角色身上 两个戒指没有暴伤 手套也没有暴伤 但我面板暴伤有315 我的白骨暴伤有120 为什么呢 因为死灵的巅峰 真的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暴伤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黄点是15吗 我们还有一个这种加30暴伤的黄点 对不对 这个就是死灵目前的一个情况 就是巅峰里去找暴伤 然后身上的装备去堆这种A类增伤 什么核心增伤 什么对减速敌人增伤 对对这个控制敌人增伤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挂了衰老诅咒之后 敌人就被控住了 而且这个卷须拖敌人之前也是会控住他们的 这个就是一些装备的堆积啊 就最后说一下胸跟衣服 胸跟裤子 还有头 头这边的话 如果你有安静头盔就直接戴 然后胸部这边的话呢 我跟你 我建议你在70级之前 甚至说你在100级之前 胸跟裤子都出生命值 因为你在70级左右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个时候你可能只有3000到4000的血 那你出一个1000点生命上线的衣服 这个时候一条生命上线是能够提升你30%的健康 它比其他任何的这个减伤都要好 在你等级高一点 巅峰高一点 像我这样91级的角色 本身基础已经可能有个八九千的血了 这个时候呢 你再在装备上去追求那种远近减伤 什么全减伤这类的词罪就好了 当然我这个装备也不是很好啊 所以就也不多说了 那整体的装备啊 词罪啊 这些东西都聊完了 聊的也比较笼统啊 反正就是一个实战家演示吧 明天的话呢 应该我会做一个古毛在新赛季的入门啊 当然可能就没有这期视频讲的这么后期了 我应该会以一个70到80的装备 尤其是那些70级玩古毛的朋友 因为我这边开光进度很快嘛 有的朋友可能现在才70级 那他就不应该学我这样子 先点死亡七七 再去点这个骨骼一只 他就要把骨骼一只这个盘先给挪过来 70级的时候就应该先把骨骼一只这个盘 所有的黄点还有这个传奇点点出来 80级之后再洗点走我这个盘 就这是我个人的走法 我这个盘到最后应该会拿到六个死灵的雕纹 因为死灵的雕纹每一个都是10%的独立增伤 增伤的收益是非常高的 大概就是这样嘛 这些视频就简单聊到这些啊 然后这个BD的话 我晚点也会发到暗黑盒跟评论区里啊 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